我這題是看有三個人 我們去抽他的血 發現我們去驗他的B型肝炎 表面抗原跟B型肝炎的抗體 好 陰性的代表沒有 陽性代表有 好 那我們再來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呢 A這個人 他抗原也沒有 抗體也沒有 這代表什麼 他沒有被感染過 他也沒有免疫能力 所以A是這樣 那以呢是 哎呦 抗原沒有 但是我有抗體 你曾經注射過疫苗 你已經有抗體了 但是你沒有被B型肝炎病毒感染 所以你身上沒有B型肝炎病毒的抗原 所以以是最健康的 寫個H 他最健康 他打過疫苗 而且沒有被感染 那丙呢是 他有抗原耶 但是沒有抗體 這個丙比較尷尬 他是什麼情況 就是他沒有打過疫苗 所以他沒有產生抗體 但他現在正被感染 因為他身上有抗原 好 所以丙 這個丙其實有兩種可能 一就是 他正被感染 二是他剛打過疫苗 但是還沒有產生抗體 就在這個中間的交界 我剛打疫苗後被病毒感染 所以我已經有抗原在體內了 但是我的抗體還沒產生 好 那題目問你說 這三個人誰需要注射疫苗 其實這個題目 標準答案其實不是他的答案 答案只有 假需要打疫苗 為什麼 你看假 都是陰性 代表你沒有被感染過 你也沒有打過疫苗 所以你沒有抗原也沒有抗體 假最適合打疫苗的 因為他沒有打過疫苗 那乙為什麼不用 因為已經打過了 他已經有抗體了 所以他已經有免疫能力了 那丙呢 他是正被感染 可是還沒產生 那個免疫反應 所以還沒有產生抗體 可是這題答案的 出於老師他這樣認為 你只要是沒有抗體的 你都要打疫苗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 還沒有產生抗體的患者 就要打疫苗 可是這樣對嗎 像丙需要打嗎 丙已經有抗原了耶 那你幹嘛在追加抗原 他已經有抗原了 代表他已經被感染 只是抗體還沒產生而已 只是not yet 那你可能晚個幾天 晚個一個禮拜就醫院 丙可能就已經有抗體了 好 所以這個丙就已經接受了疫苗 或是已經被感染 他之後就會產生抗體了 所以這邊 唯一需要打的是假 可是為什麼答案還是給死選項呢 因為 乙是打過疫苗的人 所以這題乙是絕對不用打 所以有乙的直接化掉 所以只有死一可以選 那丙是我已經被感染 或我剛打 那我現在可以追加 可以啊 因為你的抗體還沒產生 也許是抗原的劑量不足 所以我可以追加 所以這題就有乙不需要打 因為他已經有抗體了 代表他的免疫反應已經有記憶性了 所以這題第二題 其實最佳答案是假 他最需要打 但是丙也可以追加疫苗 讓他的反應快一點產生 所以答案是假跟丙